哈喽各位欢迎回到作为频道 今天这一集是无时间限制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你在最近的工作及金钱方面的困境 及怎么突破这个困境又会怎么成长呢 那今天会分成两个选排 两次的选排状况 来分别帮你看第一次的工作 目前困境成长突破 然后第二次则是讲我们的金钱成长困境及突破 我们会分开两个主轴来看看 OK那待会我会先进入工作的主题选排 那如果你听完了 那你可以再去拉到底下时间轴 有再继续选你的第二组金钱讯息 好那事不宜迟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先来进入今天的工作讯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可能不知不觉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很难去帮他多添加一点喜欢或者是开心的精神在这儿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抽到了这个战车牌 这个战车本来就是有一种需要奋斗努力 持续在去经营的感觉 所以面对这个情况呢 你是感到焦虑的 担心的 无奈的 找不到办法的 所以现在出现一张影视 出现一张影视 那刚刚啊 我们都是以说 可能你现在还是要在你的工作当中添加一些喜欢爱的精神的角度去讲的嘛 可是不见得所有排队一的人都这样 有可能跟我刚刚开始说的一样 就是假设现在你一直对你的工作上真的都没有这股喜欢的状态的话 这边的牌卡说不定也是建议你去找寻这个东西 找寻在工作当中喜欢啊 或者是感到觉得有趣 觉得好玩 觉得热忱的状态 才可以开启你对工作的方向 真正的方向 真正的方向就是你觉得这个是你命定要做的 或者真的是你觉得意义非常需要去做的 意义非凡的 可能才能够开启这条路的感觉 因为这边的影视牌出现在这 或许代表这一条路并不是这么好开启的 它是需要一些刻苦耐劳的精神 而且需要度过一些黑暗时刻 所以我们这里 好我先我先给你们放到这 我用另外一副牌帮你们抽一下 那么牌组一的各位 你该怎么去找到这个方向 你该还需要怎么突破 好我用这一副牌抽一些建议牌 这一副牌超省 超省超那么省 所以我才特别开了一副影片来帮你们算 真的是很希望这副牌都能够给予大家指引 来 排除一的各位 无论是你现在想要在你的工作上面增加一点喜欢爱的各位 或者是你想要在工作的这个状态里面找到更多爱 寻找有爱的工作的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建议是什么呢 OK我现在已经有抽到一张了 OK我想要先给你们看一下第一张我抽到的 这张的代表的是初学者 我不知道会不会你们可能是害怕踏进某个新状态的人 因为这一张牌暗示着说你需要踏进新的阶段新的领域 需要去找找新的资源 或甚至是你可能需要有新的灵感 或甚至是你需要勇气去踏出去 去尝试去犯错 去多方尝试 这样这个方向才能够带领你走到可能我们这边的突破 突破你现在的困境 因为这张毕竟是一个新开始初学者 new baby的感觉 你需要突破这个阶段 就像我们从不会走到会走路的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跌跌撞撞 我们需要有勇气去尝试去突破 去崭新去面对更多新资源新机会的状态一样 你们现在就是需要多让自己愿意去接纳这一个未知的恐惧 未知的害怕 你就要去成长的感觉 OK 然后我这边又抽到了一张是 too hard on yourself 还有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你们真的对自己很严厉 你很谨慎的在找路 你很谨慎的在social方向 所以导致你可能看到的机会寥寥无几 或者是都被你给筛选掉了 你太过于谨慎或太过于认真的在面对这些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后面有一些建议牌 You are a winner Give yourself credit for how far you come If you don't see all of your small wins 我觉得他这边的建议还不太够的感觉 我用另外一副牌 看看 等我一下 我用一下另外一副 还有能不能够给拍住1的一个 Oh yes Easy does it 来吧 他这边的建议就是 轻松的去开启每一小步 所以你今天就算只是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其实都已经是在为了你的这个喜欢 为了你这个开心的工作状态 在未来去做努力了 所以不论是说你今天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提早个几分钟 多绕路去走新的路 或者是多绕路去买杯新的饮料 去买杯新的咖啡 其实都有可能为你的工作带来一些新的快乐 新的新机会 新的成长 这个是当然是最小的一个步骤 因为这个动作不痛不痒 你只是绕个路 你只是找起个一点而已 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 你可以先从一些小事开始去试探自己的感受 试探自己的机会 试探自己的路 慢慢的从小事到大 那再来你就会朝着这个喜欢 真正觉得有趣的方向的工作处境去前进了 你就能够突破现在你觉得很困境的卡关的点 OK 好 这些建议牌我帮你们先放一边 我们再来继续看刚刚所看到的维特牌 我后面还有一些牌卡 OK 这里后面呢 出现了一张语人牌 这个张就是新的转变 新的机会 新的发展的来临 然后我接下来又戳到了一张 圣碑期的逆位 这两张大家在一起 反而让你未来的路更远更广 更多方向 更多新机会 所以如果是你现在是自己在接案的人 那也许在未来不久 大概三个月内左右 因为我们今天是无时间限制 所以你就自己数一下你的时间 在未来三个月内左右那个接案的人 你未来应该会有新的工作赚钱管道才对 因为这个圣碑期通常是有一些很多新的方向 新的道路 开始在浮现在你的眼前了 非常的好 非常的快乐的感觉 然后呢 这边有一张钱币八的逆位 我觉得这边圣碑期跟钱币八的逆位 有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你不确定要不要去试这些选择 甚至你有可能看不到这些选择 那原因就是在也许你前面的问题 你没有让自己尝试去突破你该突破的东西 可能你一直胆小 或你一直不敢去做试探一些改变 或你不敢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况 都有可能导致后面你没有办法遇到这些机会 没有办法顺利的得到这些喜欢这些变动的可能 所以很简单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突破你现在的状态的话 你必须要从你这种 呃原本可能胆小或有点不太敢尝试的状态 到愿意去尝试 愿意去看到更多新机会 甚至是去做一些改变的这种状态 开始去前进 而且这改变呢是要循序渐进的 先从小再到大 然后不要去害怕当一个初学者 或当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小孩的心态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可以学 什么也都有机会的状态 如果说你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大人 看成是一个很需要为自己很严谨负责的人的话 你就很难去看到更多的机会 你的视野会点被蒙蔽的感觉 虽然我知道这个社会有时候就是逼得我们去变成大人 逼得我们去变得很成熟 你就是不能不负责任 可是你知道吗 太负责任你会看不到你自己的未来 因为你会变得很严肃变得很严谨变得很认真变得兢兢业 那就有可能失去这份童贞这份纯朴这份简单 所以我觉得这边意思是这样了 大家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这个大概是你们未来近期的一个可以突破的点 以及可以成长的点 还有你现在的困境了 那如果你觉得这边的内容呢 有符合的话其实你可以再去看一下我们的第二轮选牌 帮你看到金钱方面的困境跟成长以及突破 OK那我们第一组的工作状态牌大概聊到这 希望有帮助到第一组牌的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换第二组啰 哈喽牌组二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工作困境以及需要突破的 还有接下来会怎么成长呢 那首先我先帮你们抽到的是这一个Coreage的牌 勇气嘛 我觉得也可以解释成胆量吧 因为我觉得勇气就是一个 你需要去激起你的 你的胆识或激起你的挑战心的一个词汇 所以也许你现在在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事情 觉得需要去克服 需要去抵抗 需要去抗衡 需要去认真的站起来面对的事情 OK因为呢 我接下来抽到了一系列的牌卡 都是宝剑 通常宝剑出现的时候啊 代表的确你也许在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 针锋向对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了纷争的事情 纠纷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了你觉得很尖酸难处理 刻薄的事情 可能都会有这种很狡猾 很奸诈 很难处理的这种感觉出现 OK所以我们这边抽到第一张呢 是宝剑5 那宝剑5的确就是一张纷争争斗的牌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也许是那种需要拼业绩的 或是要去跟人家比拼的 或是要去跟人家竞争输赢高下的 或者是你现在的心里面内在状态 是很混乱的 你找不到方向去调整 都有可能是你现在的工作困境及难处 OK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抽到了一张宝剑流 这张暗示着说 面对着这些情况你好像有点被逼迫 得离开的感觉 被逼迫着得往前的感觉 你似乎没有很甘愿 没有很情愿 你可能觉得事情没有真正的结束 所以这些困境好像对你来说 都没有完全的落幕 一直都还有一些旧伤或者是新商家旧伤叠在一起 导致你的工作困境一直觉得很麻烦 很难以突破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抽到了一张节制牌 这张代表的是平衡 我觉得平衡有很多意思 因为有过去的我们刚有讲到你的新伤跟旧伤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这些工作上的困境 有可能都在过去发生过 但是最近又在被挑起事端 或最近又有一堆杂事处理 然后这些跌堆的你呢 整个人好像时间错乱一样 就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喘口气去面对这些东西 OK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要来看一下这里的建议牌了 就是面对这个状况 面对这个复杂 我们这边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因为牌组二的 我不知道选的人有多少人 所以我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困境都提出来 让你能够确认这就是你的牌卡 这就是你的讯息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很多 有可能你跟人家竞争产生的困境 或者是你自己内在上面的矛盾 你最近很复杂 心理上面有很多难过关的想法 跟心头杂叙 那有可能是你现在的困境 又或者是你新商家旧商交叠在一起 导致你现在呢 被迫得去选择 被迫得离开这些东西 被迫得去找到归宿 找到平静 这有可能是你心理上面觉得 矛盾不平衡的难关困境 然后还有包含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现在可能觉得需要被保护 需要去激起你的捍卫心 去守护自己 可能这也是你的困境 ok 好我来抽一下这副牌 我们看一下那个 这个 我们看一下牌组2的各位 你现在的状态该怎么解答 该怎么突破 oh my god 我现在鸡皮疙瘩大家都出来了 都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先给你看吧 因为我这个角度 我不是很好看到牌 先给你们看 always flowing 好 我来猜一下 你现在呢 正在完全打开 去面对这个成功 而且宇宙也正都接收着你 帮助着你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去实现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you are finding your flow and success 你真的已经找到了这个流 这个顺畅开心成功的流 你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always flowing 我会觉得啊 这里有点 感觉 好像没什么事情需要担心一样 你知道 这些牌卡 宇宙的牌 通常都会让你觉得 我明明他妈就是经历了这些东西 你为什么偏偏是我 没有经历东西 我可以过得很好 我可以得到成功 我知道可能这些东西 对于现在的你的处境来说 也许会有点那么太梦幻 那么太虚假了 但是这副牌呢 很少骗人的 这副牌几乎不骗人 他很真实的在讲 因为他有好牌 有好牌有坏牌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 现阶段出现这张节制 真的有暗示说 你已经正在远离那个处境了 远离那个糟糕的处境 远离那个困境了 只要你有勇气去再继续生活下去 未来一定会慢慢的成功 未来一定会慢慢的去往 和平顺遂成功希望的方向 always flowing ok 来我再换一副牌给你们抽 会不会还是好牌 如果呢还是好的 那你们应该就不要铁齿了 绝对会有美好的事情来好吗 那如果是坏牌的话呢 你们就要看一下我怎么解释了 我用另外一副牌抽一下 牌组2的各位 现阶段的困境 该怎么突破 好吧我觉得应该挺不错的啦 好不好 say yes to the thing you think you can do 意思就是说不要去 不要去像那些你觉得不行的 不会的说你不会 你就是要说你会 全部都ok 全部都没问题 反正就是你尽可能的 把自己变成一个正向宝宝 你就是全部都说我没问题 I'm fine I'm good 我一定可以吸引到我要的 然后所有东西都已经在来路上 蛮正向的去看待所有的东西 然后有勇气的继续生活下去 一切都会be fine 好这边的意思就是这么的神圣 好这么的这么的纯真 ok好既然如此的话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这里的牌都抽到什么 接下来呢有一张全战皇后逆尾 我知道你们可能还是觉得 你没有解释到我们的难题 我该怎么突破我现在的关墙 其实他这边已经有讲到了 就是你要放下你的控制权 放下你的焦虑焦躁不安 尽可能的正向宝宝一点 正向方向一点 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会慢慢的在前进突破的 好那接下来有一张全战皇后的逆位 后面搭了一张全战四的逆位 OK然后我又看到了一张恶魔牌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三张搭起来我竟然没有觉得很负面的意思 我反而觉得可能这个恶魔是个好事哦 你有可能可以趁这一个过程 就是这一个复杂 这个在解锁困境的过程去达到你心中想要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觉得恶魔牌它如果利用的好的话呢 你可以达成你原本梦想理想想要的一个阶段 而这边全战国王后逆位加上全战四逆位 我会觉得如果说你真的不急 不着急的想要等待这个结果来 或不着急就是没有很急迫性的想要看到结果 看到美好的事情的话呢 你就慢慢的耐心的去面对接下来的路 你要的东西一定就是在路上 这条路只是说没有那么快出现 没有那么快诞生孕育而已 或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你尽量的朝你的方向前进 你可以突破现阶段的状态 达到你要的结果跟未来 好 等我一下 然后我再帮你们抽一张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做个总结 整体牌则二而言 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 既然都讲成这样了 情况都会过 东西都会顺畅 还有什么事 我们没有注意到要担心的 OK 这边有一张reconsider decision 重新检讨 重新找寻方向 Pollutants OK Comfort 觉得这边应该有另有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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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我现在先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两张 我这里整理了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抽到的是这一张重新检视 换个角度,换个方向的一张牌 然后这个Prudence又一种就是尽量不要太过 那个叫什么,鲁莽 太过鲁莽的去花费,太过鲁莽的做任何的行动 然后这张Comfort又有说你们现在的处境是舒服的 即使可能没有利己的大富大贵,但是是舒服的 然后Fear of Failure 这张牌法有在说 有可能你的未来会出现的困境 可能是你会害怕失败 害怕遇到这些挫折 害怕遇到这些难关 导致你会把自己看得很渺小 可能好像很多时候呢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面对你的情况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把自己缩小化了 虽然这张牌有另外一层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会有一点这种缩小化的感觉 OK,因为这张牌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含义 Yep,所以我想要先总结一下我整体感觉下来的是 刚刚我们一直在说 你的未来方向的确是可以实现 可以达成你所想要的 没错 可是呢,在这一条路上 你的做的任何选择都必须要再更 不要随便 不要太过鲁莽 但是与此同时 你要去跟你自己说 你可以做对任何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提到的 正向包包 你就是不断的给予自己肯定 但同时也不要太过随便 因为肯定不等于随便 随便就是说 我随便花费 随便选择路 反正我今天是正向包包嘛 我一定说自己可以行就可以行 可是 这个正向包包 不等于所有东西都随便去看待 你还是要谨慎的去选择 认真的去面对 你的所有接下来出现的客体跟难关 不要太过随便鲁莽 是这边的意思 因为我们刚刚出现两张权杖 感觉也是有包含 不要太过急促 不要太过快速的感觉 那应该就可以达到你所想要的那个愿景 然后不要去害怕失败 不要去害怕跌倒 然后尽可能的用更谦卑 更谦虚的角度去面对你的所有情况 不要太过自以为是跟自大 然后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渺小 太过不认得自己 太过觉得自己没什么用 反正就是正向包包 但同时也要谨慎 也要细心的面对每一个选择 然后不要太急促 不要太过太过鲁莽 然后认真的面对每个困境 不要害怕这些困境 OK 然后谦卑谦虚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就可以达到了 好多 有那么多条件 不好意思 这里话真的很多 因为我刚刚在抽牌的时候 我也感觉考量这边的东西比较复杂一点 但是应该组合起来 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吧 好了 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在未来前进的道路 及现在的困境 还有你该怎么成长了 希望这边的内容帮助到牌组二的各位 那如果你觉得有准的话 那可以再继续看一下 那个金钱的讯息 去选你的第二组内容 好 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啦 下完下一组了 哈喽牌组三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工作讯息 那我们会分别看一下你的困境是什么 还有你接下来会突破 怎么突破 以及成长方向 首先我先帮你们抽到了这一张Wisdom 但我刚刚一抽到 我就觉得说 你们好像很渴望在你现在的工作状态里面 得到更多智慧 等到更多知识 得到更多用处 得到更多优势 所以也许你现在的工作状态 对你来说 已经有点不足了 就是跟不上你想要求知 想要求更好的这种心态 可能他提供给你的东西有限 或者是现阶段你的工作资源有限 对你来说 你是想要再求取更多渴望 更多资源的 OK 这可能是你现阶段的一个状态 所以应该也是算某种卡关啦 当然但也不到说贫穷的那种卡关 可能是智慧上或资源上面的 想要成长的一种卡关而已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抽了一些 韦特塔罗牌 再继续看到更多你现在的状态 现阶段呢 又抽到了一张女祭司逆位 OK 这张逆位的表现啊 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孤单 因为他正位的时候 虽然是平静的 但逆位好像变得再更孤单一点 再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利用自己的优势一点 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绽放自己 反而好像变得比较孤单 孤僻或者比较沉静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你们是想要做点什么的 你可能是想要再更提炼自己的 只是说找不太到方向 找不太到思索的那条路 OK 所以这边的教宗牌也是逆位的 这个教宗牌 应该说这两张牌 其实都是有点宗教的牌 女祭司跟教宗吧 可能都是在指引道路的 指引光芒的 指引方向的 可现在都逆位啦 你看能怎么办 就是光都不在了 方向都不在了 所以我觉得我这边可以分析出两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你现在阶段 真的像我刚刚说的 你想要求取智慧 求取知识 想要更高一层 但是现在没有资源 找不到方向 第二种可能是 你现在的上司 跟你之间的相处 实在是 八杆子打不着 一直没有同等频率 它可能没有办法帮助到你 所以你会觉得资源有限 或者是你身边周遭的 同事或者是人脉 对你来说是在资源有限 也没有什么能够去信仰 或者能够靠的人的这种感觉 总之就是 不论到底怎么样的情况 感觉就是资源缺少了这种feel 只是不知道实际上面 换到你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是对的话 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 啊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刚刚一直以为 这一张是女祭司 然后我都照女祭司的 这个态度去给她讲 但其实你知道 圣杯皇后这一张 跟女祭司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因为她们都一样的感性 一样的内敛 一样的有 想要挖掘更多内在智慧 可是你知道 这个圣杯皇后 也是你以为的 没有 就是感觉更忧郁 或者是更忧愁 更不知道怎么方向 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现 我讲错吗 因为我接下来 抽到女祭司 我接下来抽到女祭司 她是真伟的 给你们看 有没有 刚好 刚好又这么中间出现 这个女祭司 正位 然后后面就搭好的牌了 钱币一 也就是说 照着刚刚的这个思路下来的话 其实就算我把它看成女祭司 也不会差太多 这里想要提供给你们的内容 你们可以放心 我如果说真的有讲错的话 我一定会整个 应该是我整个讲错意思 我会重录 但是这边其实内容不会差太远 其实都是有代表 想要提供给你的意思的话 那我就会继续照着这个思路讲下去 那如果觉得有对的话 我们也会继续看下去 OK 那因为这边 接下来出现了一张女祭司 正位跟钱币一的正位 所以我会觉得 其实在后面 不久的将来 你有发掘 挖掘到新的资源 挖掘到新的面向 挖掘到你可以去利用的东西 可以去成长的东西 反而你不会觉得资源耗尽 因为这女祭司变正位了 这边的皇后是逆位的吗 变正位了 应该是有找到一个方向 去突破 去成长 去挖掘 而且你看这女祭司在看书 有没有 然后接下来这个钱币一 也是一个代表新的发展 新的突破的意思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中间就是从没有资源到有资源 你可以怎么样去找寻这条路 你可以怎么去突破 你可以还可以怎么运用资源 怎么发展 OK 我来抽一下这一副牌 牌组三的各位 你们还可以怎么去突破这个状态 好 现在跳出了一张 Reconsider a decision 看一下有没有更多 跳出了一张 Easy does it OK 我会觉得好像有一种 游刃有余 轻松自在的feel 也许你是要换个方向 去思考你下来的处境 就是也许有你没有发现的机会 跟道路在你的未来 在你的眼前 所以应该是你身边 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运用 只是你要换个回路 去思考的这种感觉 对 我现在要抽到一张 他说 Tim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是时候 往不同的方向去思考 突破你目前的箱子 突破你目前的局限思维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从没资源到有资源的话 你可以从你自身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下去做思考 是不是你现在有的 其实有一些反而是有更有发展性的 更有前瞻性的 更有可能性的 只是可能你目前没看到 或者是以为他不在 或以为他没有 但其实他always will feel的感觉 他一直都在的感觉 感觉好像你忘记了什么东西 我这边有一张提醒派是forget 这一个词特别的明显 你可能有忘了什么 或者是你需要去疗愈什么内心的东西 因为这边有女祭司跟皇后 身边皇后 有可能你认为自己没办法的 认为自己不敢的 认为自己没办法 不值得拥有的情况 你要疗愈这一层之后 才能够看到这个机会 所以我这边最后一张维特塔罗牌 是力量牌的尼尾 你知道力量牌它是一个需要 有勇气有胆量 有耐力去克服的一张牌卡 可是这边尼尾代表是 你应该是有什么潜尝的 害怕的不敢的恐惧的 导致你没有办法去开启这一层希望 去望向这个新资源 去望向这个新道路 而这边这一张的提醒牌 有代表的是你需要去疗愈什么受伤的东西 什么你不敢看见的东西 什么你不畏惧的东西 我换个牌抽一下 你们该怎么疗愈它呢 你能够透过什么方式挖掘这一层 我现在在帮你们出丝剥茧的 看更细 看一下 这个应该怎么疗愈才比较好 现在出现了一张drop the ass accuse 我不让我们念错 但是它就是一个翻中文 要做放下任何借口的一张牌卡 你其实比你想的还要再更坚强 你不会被任何事情给击垮 你要放下那些 你自以为是借口的东西 譬如说你觉得不会就是不会啊 你觉得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啊 放下这些借口 试着去做 轻松的尝试 换个回路去做 换个回路去想 你会发现的 你会挖掘到的 OK 所以其实我们 我觉得我这边应该已经看到了 所有的答案了 你比你想的还要再更坚强 更有资源 更有能力 更有方向 更有智慧 你认为你没有资源 你认为你没有东西陪着你 你认为你没有方向 没有光 但其实这边看起来是非常有的 它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可能没有看到或忽略它了 你需要重新检视 重新换个角度去思考 那么这个方向绝对会发现的 而你未来成长的道路 会是能够找到更多新机会去开拓的一个道路 而且你会找到你的资源 OK 它有这种意思 好 所以今天这个工作的讯息 我觉得应该都有带到给你们了 呀不好意思 一开始的时候 把舍妹皇后看着女祭司 奇怪 我真的是鬼遮掩了我 还是因为现在水晶逆行 没关系 我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真的整个内容是错的 我一定会重入 你不会听到错误的内容 那既然我这边有继续下去讲 没有卡断 那就代表我现在的方向 的确是正确的 我不会提供错误的讯息 请相信我 那我们大概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觉得OK准的话呢 可以去看你的第二组金钱讯息 我们今天就只有讲工作的 这一组只有工作 好 我们就换下一组咯 哈喽牌组四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工作困境 还有怎么成长突破 那现在呢 我首先帮你们抽到的是 Central Audity这一张 这张其实原本是一个 很自由 很开放 很享受 很喜悦的一张牌卡 但如果你被它吸引到来选的话 有可能是你现在 感觉不到这些东西 你在你的工作上 反而多了很多困境 多了很多烦恼 多了很多不自由 多了很多 没办法去感受的这些情绪 所以呢 因为这张牌 它涵盖到的困境 比较多广 所以我又另外一张 用另外一副牌 帮你们看了一下 大概细节 还有什么 哪些问题 我刚刚又抽到了这一张 Scarcity mindset 这张代表的是你现在的困境 你也许一直把自己绕在一个 你有很害怕 很畏惧 很没有办法面对很多事情 总是有很多办不到 总是有很多无法的这种想法在 所以这一个想法 有可能关闭了你的心轮 不是关闭了 就是比较阻塞吧 所以你常常会觉得你在工作上面 很无力 很匮乏 很虚无 很飘移 很空虚 很暗淡 很沉静 很沉默 很没有色彩 很没有感觉 你就会慢慢的慢慢的开始觉得 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劲 什么东西都刺激不了你 什么东西都好无聊 什么东西都不想要去做 当然也不会有勇气去做任何事情 你可能开始会出现这些症状 如果你现在有这些症状的话呢 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因为我现在是帮你们分析一下 你现在的处境是怎么样 困境是什么 如果觉得对呢 我们才可以继续看一下 去发展怎么突破这样 那首先我就先 维特塔罗牌抽到了一张吊人牌 这张很不意外的 它就是被吊住 当然而是不舒服的 那更何况是 它的血液都会倒流 所以可以想而知 它的感官 你们现在的处境 绝对跟你原本原先开心快乐 自在自由 像一般人一样生活的 一般人一样工作的那种状态 不太一样 你可能已经有点感觉到 变化了 然后这张保健6也代表说 你有试图的去做一些转变 试图的去试一些其他方向 或试图的去 可能改变一下 你原本的工作处境 或工作内容 来让你自己能够再度快乐 自由 开心 有感觉起来 对 没错 可是这边抽到了一张前臂皇后 逆一位 纵使你有试的一些方向 或你没有试都没关系 它这边前臂皇后逆一位 就是代表着 你还是有困住你自己的思想在 导致就算今天有一个办法可以去试 你也没有尝试 或者是今天你尝试了 可是你没有再继续走到最后 所以有可能这个前臂皇后代表的是 如果你有发现某条道路 是可以解决这一切的 而你也去尝试了 你就要尝试到最后 试到最后 有耐心的 有时间的去跟他好 去跟你的这个精神好 所以你不要试着去躲避这一个感受 因为这个感受竟然出现了 一定就是你现在需要去 前进成长的课题 而它跟你的心轮有关 如果你一直去忽略它的话 你只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用 越来越没有价值 越来越没有动力 你就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因为我曾经也在这个状态过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能够理解 这边的牌在说什么 当然这也是要你符合这边的东西 如果你觉得没有的话 麻烦你可能选别的牌吧 OK 那这边前臂皇后暗示的是 要永恒学习 永恒 有耐心的去克服这个事情 OK 所以我现在呢 再用其他牌帮你们抽一下 那你还能够再怎么样 得到一些建议 继续能够克服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的一些生活化建议 好啦我用这一副牌抽 因为我怕你们会觉得说 没有啊 我该试的方法都试过了 但还是都一样 那来我抽一下 还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你继续尝试 突破你现在的困境 当然它还有意思就是说 你之前尝试的不代表没有用 有可能是你没有试到最后 或者是坚持到最后 OK我再来 没关系我抽一下 哇 它讲的东西还蛮符合我们现代人的 我觉得我可能有这个问题 这里的东西很实用 来我给你们看 第一张是Cut your screen time 就是减少你滑手机的次数 这个手机呢 也有可能是电脑 平板 电视 不是说我跟你说减少滑手机 你就不滑 然后就给我跑去看电视 No 就是所有会 剥夺你的肉眼 剥夺你的自由思想 剥夺你的时间的那些荧幕 都算 因为现在真的是科技太猛了 它发展的很迅速又多元 让你可能剥夺了很多 你自由享受 自由感官的空间 反而很多你的感官 都被这些荧幕的东西给刺激到 导致你会不断的去追求 这个刺激你的东西 它会让你上瘾 它就跟你股定一样 我自己也是嘛 现代人很多都这样嘛 手机 然后平板电脑 不离声 电脑 电视 都一样 一没有这些东西就活不下去了 你就感受不到滋味了 你就感受不到你自己了 因为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 在跟这个鬼东西 培养那个频道 所以你当然会不断的 想要吸取资源 导致你的资源 都已经被这些东西给吸引走了 你的眼球都被这些东西吸引走了 你的目光都被这些东西吸引走了 你当然就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所以它这边希望你能够减少时间 减少这些时间 减少这些用的时间 反而多去体会你的日常生活 这边有一张 这张其实有很多含义 它不只是说 希望你能够注意 你自己穿什么 颜色穿搭 还有包含是 你在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 多去品尝它们 因为当你去品尝这些细节 这些滋味 这些色彩的时候 你才可以从细的方向 去看到更广的 你现在工作上面的成长 你现在工作上面看不到的点 所以有可能你现在在工作上 你觉得麻木麻痹 有可能是从日常生活引起的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 真的花太多时间在 专注在那些很刺激 我们脑内的那个荧幕的东西 因为我们不断的上影 追求他们嘛 我们的肉眼就被它吸走了 导致我们的肉眼 不在我们自己身上 不在我们自己的东西上 就会开始跟人家比较啊 那个人很瘦 那个很漂亮 那个很帅 那个奶大 或者那个什么东西大的 那个就是感觉自己 可以被比下去了都 所以我觉得 除了比较以外 你的肉眼被吸引掉目光了啦 你需要多把目光 回归到自己身上 多打扮自己 多为自己煮饭 多为自己享受 多为自己去品尝日常生活 一木一草 一寸光阴 一阳光一水 都去享受 所以这边有一张 Crystal Healing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水晶 去强化你的感官能力 又或者是 你也可以 像这边水晶讲的 也许可以多去做其他的 接触 比如说书籍上的接触 或者是去大展走走 或者是去爬个山 或者是餐厅喝个咖啡 吃个饭 就是尽量的去 去接触这些生活化的东西 远离荧幕 可以帮助你 再把目光 投回来到自己身上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了 你们的这一股感官感受不到 觉得虚无空虚 有可能真的是我们科技带的影响 但这个每个人应该都有了 好 你就好好思考一下吧 拿错 OK 那我们来接着看了 我们来接着看一下 接下来的牌卡 接下来呢 有一张圣杯酒的逆味 这张牌有意思是建议你们 可能不要太自尊心旺盛 或者是太自以为是 或太过于自大 不过我觉得你们应该不是 这一系列的 没关系我们继续看 接下来有一张圣杯漆逆味 还有权杖式的逆味 通常啊抽牌抽到后面的应该是你差不多快到你的成长 或者是接下来好的方向了 不过这边都是逆味 我觉得也许也许是在暗示说 这一条路 这一条成就成功 终于找到出路的方向 可能会花一段时间 因为 圣杯酒的逆味有包含 你不能够太过自大 不能够太自以为是 不能够太过躲在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你除了刚刚那些见以外呢 你可能在工作上面 你也要尽量的去往外探寻更多资源 除了你躲在自己舒适圈以外 你必须要向外延伸 去找更多能够协助你 帮助你 成就你的灵魂家族 或者是家人 或者是朋友 因为他们可以为你在工作上面 可能提供更多资源 更多色彩 更多想法 以免让你可能只有觉得 我就只有这样 不会 就是他们 这个世界为什么不能够只有我们 一个人活着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陪着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色彩 生活的这些明亮度 丰富度 再更丰富一点 但假设如果你都把自己 关在一个小角落的话 的确看不到这些东西 你会越来越可能沉闷 自我 自卑 当然也会没资源 当然也会封闭你的心 所以我觉得他这边有建议你们 可以在之后呢 多找其他人聊聊 或者是多接触其他人 可以打开这一层 这一层 困境啦 那如果是要用这三张来看一下 你成长的方向的话 以正位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找到更多新的资源 你也可以成就你的事业上的成功 因为圣杯九根权杖四 都是一个成就得到 而且胜利稳定的一个牌卡 所以如果说你又在工作上面 想要达成的目标啊 或者是版图的话 看起来如果你愿意耐心的去追求 是可以追求得到的 而且图中有很多资源提供给你 你是不会有资源耗尽的一天 但现在为什么会感觉困住耗尽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分析的这些点 那你可以透过这些 我们刚刚说的建议去成长去突破 OK 我觉得这边的内容大概就是看到这了 你们现阶段的困境 还有怎么样突破 以及成长的方向 只是这真的要很多时间上面的灌溉 你们可能没有办法 很快速的就是成熟 因为这个心轮的东西 还有这边提到的问题 应该是长期累积的 然后加上我们又活在这个时代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必学的课题 OK 那这边的那种大概到这边 那如果你觉得有准的话 可以去看你接下来的金钱的一些 建议牌卡 可以去看第二组 那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接下来要换第二组的讯息 金钱方面 如果抑上去 还要换第二组 我们在线上去 可以 打电话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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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可以 可以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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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状况近期有什么困境 然后怎么突破 以及成长的方向会如何 那首先呢 我有先帮你们戳到了这一张 Oh my god 他反光 我拿近一点给你们 这张是彩虹骑士的 slowing down 代表的是呢 你看很明显的 从画面中的乌龟这个角色 应该知道 你应该现在的处境有两种情况 一种这个可能是你的建议 一种可能是你现在的处境 你的处境有可能跟这个乌龟一样 你的钱进来的很慢 跟个乌龟一样 就是好像都没有什么突破 然后你又很想要很急的 想要去把东西都给搞进来 但是偏偏呢 没办法这么快搞进来 就是可能要花好多时间 所以也许你现在做的投资项目 也许都是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看到结果的 所以这有可能是你现在的困境之一 但是呢 这也可能会是你的建议派 再跟你说 你现在呢 这件事情的金钱状况 本就没有办法很急了 本就没办法很急 所以才会抽到这张 Slowing Down 你的主要主攻方向 有可能就是像乌龟一样 去累积自己的实力 然后慢慢看到出头的感觉 OK 所以呢 我们就来继续看一下 维特塔罗牌 他怎么说 会不会真的跟我们这边讲的一样 等一下喔 好 我刚刚已经抽了六张了 维特塔罗牌 首先第一张是宝剑的皇后 这张可能是暗示你现在的想法吧 或你对于赚钱的一些思念 都比较像是说想要用技巧性的 或者是比较偏专严性的 再去学习金钱这回事 所以你可能用比较 躲极的头脑去规划你的金钱 或者是用比较理科的头脑 用比较科技的一些安排手法 去学习金钱的这一个手腕方式 学习方式的感觉 好像没有放太多感性的东西 在这里面 因为我知道金钱的东西 很难用情绪啊 或者是什么感情的东西 去创造出来 可能我们很多都知道说 一定要投资 或一定要规划 或一定要去 有很明显的计划 才能够去赚到钱 但我感觉 这边的讯息好像另有蹊跷 好像不单单只是需要靠头脑而已 感觉好像还有一点别的元素进来 所以你可能才会抽到这张牌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抽到一张宝剑寺 这就是代表说 一张很停滞的感觉 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可能钱没有进来很多 你看我们抽到现在这两张牌 也不是钱帝的牌嘛 然后反而都是宝剑 有可能就是你付出的东西 结果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 因为宝剑有时候会伤到我们自己 然后加上这边的宝剑寺 好像又死在那边 你可能对于前这个这回事 已经有点觉得 算了 回去啦 随风去啦 反正就 再怎么样就这样嘛 还能怎么样呢 就是有点爆气 半途而废的这种感觉 OK 所以再抽到了一张命运之轮 这一张有可能就是代表这一种命运上的转变 或者是有种运气上的转变 或者是可以去转变的方向 或可以去期待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呢 这边可以接下来看一下 它后面的牌出现什么 或许就可以改变你现阶段的情况 OK 接下来抽到了一张圣杯六的逆位 这样 这个圣杯六 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就是有一堆人 有没有 一堆人在帮忙 一堆人在向你聚聋 向你靠近 所以有可能你的聚钱方法 不只可以透过你自己一个人 经营一个人 垄断一个人 逻辑去思考去推交 你还可以透过周遭亲朋好友 或甚至是专业的人去协助你 帮助你的感觉 你可能需要有一点 有一点帮 有一点其他人提供给你资源 或许可以拓展一下你的困境 OK 讲到这我觉得我们要再抽一下一些 工作金钱的牌卡 来看一下仔细一点的讯息 好 我用一下这一副金钱的牌 来看一下 除了这边所建议的这一个方向 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向可以提供呢 这边的牌主1的各位 哦哦哦哇哦哇哦 真的牌真的很夸张耶 我一讲然后就出现了 你们好 这个也是你知道 要人连结的一张牌耶 我的天哪 Networker 我们完全没有刻意去抽 他就自己跳出来了 我看一下哦 It may be time to create or reach out to your network of people who will help you Yes Marketing, promoting, sales or any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job 好给你们看 你现在需要去集结人脉 寻求帮助 甚至你的赚钱管道有可能是透过组织的方式去赚钱 就是你可以参与某种正常的组织 正常的运营团队 来去扩大你们的交流项目 经济发展项目 那可以为了这个 可以借由这个方法去开拓你更多的金钱管道 或甚至能够比你原本自己安排的可能再更好 你的金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提升 其实像现在的一些直销或者是一些行销团队 就有点像这个概念 他们就是集结各方面的人才 然后去扩大他们自己的内部营运内容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需要这样子的形式 但是你要去参加的是正常的 拜托 就是不要是那种 只是为了利益 纠结 纠纷 之类的营运团队 你需要看准营运团队的感觉 而且他这边的圣贝6的一些牌卡 通常是暗示说这个团队是要你觉得相亲相爱的 而不是相爱相杀的 就是有些团队他会见不得你好 你如果太出头天 他还会被人家抢走你的资源 所以你建议一下你 在找的东西一定要是比较相亲相爱的团队 OK 好然后再继续维特派 有一个权杖7的逆位 这个权杖7逆位有可能是 换个方向努力的意思 对 因为我最后一张抽到圣贝1的逆位 权杖7大圣贝1逆位有可能是换个方向努力 换个方式去思考 换个模式去经营 所以不管是你刚刚真的有没有被我讲中 就是你现在比较多是自己经营啊 自己去赚钱啊 自己去规划金钱财路啊 那现在的话你需要换个方式去思考 那这边提供了转管道 就是可能借由团队或借由组织 或借由其他人来帮你提供这些想法 灵感经验 那你可能会进展的比较快 比较能够知道你的成长方向在哪的感觉 OK 好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呢 在排主1这边 Oh yes 这里有一张investment投资 然后他就说这一条路它是比较稳妥没问题的 但是也不是说成长得很非常迅速凶猛 因为这么说好了 他的意思是讲那些成长得很迅速凶猛的团队或营运架构 通常可能会一戏之间又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爆冲的太快通常都可能有他的一些缺点在 所以这边可能意思是说你要参加的团队或去找的人的建议尽量是稳妥的尽量是比较能够看起来长期经营相亲相爱的这种感觉 等一下喔我觉得还有别的意思我现在再抽一下 这边又一直出现了一些改变你原先价值观的牌 像control然后还有prudence跟change 感觉让你改变一下你原本的金钱想法金钱价值观 因为我们人可能 我觉得应该要先从金钱的角度去理解 就金钱这回事呢 金钱这个能量它是比较土元素的东西 它原本就已经很很有固定性了很有一个定性在很有一个模式在 但倘若你今天你的模式本来就已经很固定的话 那你可能吸引来的这个金钱元素就是很定性的就是很无法变动的 它原本就已经很固定了 然后你再把它变得更固定更僵化 你就会变成一滩死水 就像你一直在存钱一样 可能你没有开源可能就只有那样 所以这边比较像是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方法去转换你自己的思维 转换你自己的投资方法或者是赚钱方法 让你原本比较定型的状态变成可以运用 可以流通 可以变换方向 那这个原本金钱能量就比较定性的这个东西 有可能可以被你运用成别的不同的模式去成长 所以如果这个金钱的水流到你身上的话 有可能就可以变得更丰富更多资源 你就不会把它像变成原本一样很定很固态很难去处理很硬性的这种感觉 所以可能这边有点意思是你可以换个方式去去面对你的金钱手法 或者是换个方式去处理它 换个角度换个价值观换个思维 所以你可能真的很需要其他人去带你走出你的思维 走出你的圈圈的感觉 OK 好了这里应该就是你们的未来可以成长的方向 还有怎么突破以及现在的处境的困境 希望有帮助到你 那如果你觉得有准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或追踪我的IG 然后或者订阅我最新开的这个YouTube跟Podcast会员 你也可以去听更多有关占卜啊 或者是一些小建议 或者是我之后可以放更多内容 你可以去参考我的会员的资料 因为我现在有点忘了我上面主要是在打什么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的会员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也要会放更多内容在那边 然后借了这张牌 那假设这个是你现在的处境的话 有可能你现在会觉得好像被被迫去怎么样 就是没有办法去自己控制金钱的方向 你可能会觉得金钱这个东西是很难抓的 很难预期的 很难很难自己去摸索的 你可能总是被推着走 总是被逼着去选择 总是被逼着去怎么样 就很像举个例子啊 今天呢你要花200块 花的也心不甘情不愿的 然后没有办法很自由性的很爽快的去花下去 就连200块都不能够自己做主的这种心酸的这种感觉 有可能这是你现阶段的金钱能量状态 那如果是这张牌用来讲建议的话呢 它有个意思是说臣服 就是顺着这个流 你不用想太多就顺着这个流走 所以意思有可能是说的确有点被逼被迫 好像应该怎么样的感觉 但我觉得它应该有更深测的含义 所以我们来我们先继续看下去 我们就不要给它界定太多 我们这边呢 现在先抽到一张是保健骑士的逆威 OK 这当然有可能是代表你们的 也是你们的状态啦 因为这个保健骑士 正位的时候啊 也许还可以操控住自己的一个状态 但逆威更暴冲不住了 然后你看那个天平下面有个秤 它还歪掉了 就好像你们的那个道德标准 还有那个高低起伏都分不清楚了 所以有可能现阶段真的对你来说 你的钱是无法在自己掌握之内的 然后再来的话呢 有一个钱币逝者 这张很明显的是可以掌握 可以去把握的一张牌卡 但是它是逝者的牌 感觉又好像没有到很厉害很会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边又是都是小的人物牌 没有到国王皇后的感觉 所以可能现阶段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至少有些东西你可以去学习 有些东西你可以去把握 所以有可能你透过学习 透过更多的了解 可以打破你刚刚的那种无奈 被逼 无法做选择的僵局的困境 有可能是可以冲破的 可以找到方法的 所以我都没有看到一张圣杯骑士 感觉这个未来好像又更开明了一些 更有可能性的一些 OK 我把牌拍过来一点 这里很有趣的是前面三张都给人物牌 那通常在我的牌证里面 只要人物牌 我这边最后一张也是人物牌 我今天抽了五张 所以我们有四张都人物牌 如果说人物牌太多的话 有可能是你自己去控制你的金钱状态 你自己去改变你的命运的可能性 是很高的 你的金钱状态 你今天算的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说你无法控制 有些东西 有些人 他可能的命运是真的无法控制 无法自己去改变 无法自己去创造 但你们这边这么多人物牌 在我的经验来说 这个人物牌通常都暗示着 自己是可以去创造的 人才是主要的影响环节因素 所以我实在觉得呢 有可能你们需要有一些方法了 好 那我们先继续看一下 我待会会说一下方法 你怎么去突破 当然我们刚才就稍微提到一些了 就是借由学习 借由了解 借由知道 借由智慧 来去打破你这种无奈 好像无法控制的僵局 不过他这边有这么 前面试者的牌 我是觉得可能你们已经对于钱 该怎么样成赏更多 已经小有一些想法跟架构了 可能你只是没有去做而已 所以我们待会有可能会重复一些 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这是有可能的啦 好 我们再继续抽看看 再来有一张权杖 实逆位 对你来说可能很多东西都办不到做不到 也许你给自己设下了很多界限 就是认为说我就无法呀 我现在就是都已经原本工作忙了要死了 干活干死了 我还哪有那个心理去腾出那个时间 再做一些有的没的来去帮助我的钱再赚更多 可能你会这样子觉得 所以你对你来说呢 如果想要把钱再增大 或者是再多一些突破下的金钱困境 反而对你来说没这么有利 但是当你已经这样子定型的时候 其实你认为你已经认为这样子的话 那就真的无力改变了 所以我们首先呢 除了刚刚说的 帮助你们找到下一步的突破点之前 你可能要先改变你的价值观 你要先告诉自己 既然这边是说可以改变 那就可以改变 可以试着去突破 可以试着去转化 试着去从你认为的困境里面 找到一丝机会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有更多的阳光 更多的机会进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张权杖的骑士 它是整位的 这张就感觉好像有突破了 冲破了 有发现希望了 有发现这个热情阳光的能量了 OK 好 那我刚刚呢 也有在另外抽了一张建议牌 我们先刚刚做那个 这里的牌做个总结 其实你是可以突破的 你是可以发现更多机会 而且找到更多金钱的控制权的 你并不是被操控 被等着控制 被等着做选择 或者是无奈 无法 觉得有心无力 你并不是这样子的态度 这样子的处境 你是可以改变的 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可以 你要跟你自己说 你愿意去相信 这个是刻意实现的 如果你觉得真的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忙了 我他妈一对借口的话 那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帮你改 没有办法 没有人可以为了你去 应该说没有人可以帮你改变这个东西了 OK 既然我们自己是控制自己的主要原因 好 所以我接下来呢 又抽了一张 这个 现在有没有对焦 Abusing power 这个算是一个提醒 他中间有一段词 是Find your real power 我们刚刚一直有在讲到一点 就是你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控制 没有办法去掌握 没有办法去 去明确的运用金钱这股力量 那你很有可能就会被现代社会的一些 很强大的能量给推着走 因为既然你没有自己的控制权 你觉得自己有心无力的话 那当然你就会被更有力 更强而有力的能量给控制住 这个有点像是一种 一种定力的感觉 就你自己没有办法定住的话 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去定住你 所以首先你要有自己定的能力 那什么叫自己定的能力呢 就是你要能够抓到你自己的核心 抓到你自己的重心 知道你真正想要去吸引的东西是什么 而不是等着被别人控制 等着被这个社会的能量控制 因为现在的社会能量就是 我们一直在往超多钱超富有的 那个未来去期望 我们一直希望变明星变偶像变亿万富翁 那个可能就是这个社会 希望我们去前进的方向 希望我们去变的那股流 你现在有可能就是被这股流给控制住 或者是其他更强大的流 那假设是这个流的话我举例 那有可能你就有点资本主义的感觉 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都以前的价值观去规划 去想说这样子做才可以卖更多 赚更多花更多或者是享受更多 这个就是有点在这个经济社会体系下 希望你干的事 因为当你花越多 别人才可以赚越多 然后甚至才可以促进整个经济发展 之类的 有可能是这股流影响了你让你认为 我无法像他们一样转那么多 我就只能 我就只能做我自己的本分 然后甚至被推着去选择 被推着去 只能保守我仅有的资产 然后做出一些相对应的选择 你可能就会这样子觉得 因为这个社会太膨胀了 这个膨胀的状态导致我们认为自己很渺小 好像啥都不是 只能被控制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不要从这个状态当中把自己抽出来 你要先相信自己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搬到的 然后找到自己的定力 定心 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讲 你可以怎么突破找到自己的定心跟定力了 好我抽一下牌 抽一下牌 但如果是要我还没抽牌之前的话 我会觉得你要先问问自己 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财产状态 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丰盛状态 你想要拥有什么样子的金钱状态 如果说你想要拥有怎么样子的状态 然后你也认为 这个是我可以达成的 那你就把它写下来 就有点像梦想清淡一样 你必须要把它完完整整的 一五一十的 详细的去把它描绘描述出来 那在描绘的过程当中 你要要感觉一下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还是这只是你 梦想 但不是很想要 你觉得 可能它就只是一个 很远的目标 我们今天要问的不是很远的目标 而是你真的想要体验的 是真的可以达成的 所以你要设下的这些清单 是要你可以达成的 你觉得这个是我可行的 然后尽可能的设的目标 一步一步来 我们就先设到今年结束 这样 好不好 你可以现在就先是拿一个纸了 就把它写下来 写 你到今年为止为底 你想要经历的金钱丰盛状态 那下面这些清单 你可以列好几个例子 去形容你想要体验的那个状态 不论是金钱的多寡 我今年一定要存到50万 或者是说 我今年一定要花钱不手软 但一样也能存到50万 之类的 就是尽量的描述的 继细米越细越好 还有那个感觉 那个感受 然后这些描述的东西 是要你确定可以达到的 你确定可以完成的 不要就是用一些 你觉得根本就是八个人 根本不可能的那种东西 不要确定可以 OK 你可以先做这件事情 好 我现在编抽牌 我先编抽牌 看一下有没有更多的建议 建议给你们找到自己的定位点 定位点 发现自己的状态 角度 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点 排数2 先自己的角度 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比较是 你可以多方观察 这张Charity 它虽然是原本的意思 有另一个意思 但是我从画面当中 还有其他牌当中 我觉得我比较看到的是 你可以去观察 这世界的其他人 他们的金钱能量 风顺娘能量 是你很喜欢的吗 所以你可以多走走 或者是多看电视 去观察这些人们 他们真正的生活样貌 真正的金钱状态 消费状态 或者是欲望状态 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因为这边有一张 Abusing Power 它有可能暗示着说 你很多的时候都是被控制住 不见得是你真的想要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社会一直强迫你去消费 或一直强迫你去赚钱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 金钱管道支出收入 出跟进来的那个金钱方向 流量哪一个才是你要的 然后把这一个焦距点 放在某个人身上 放在你喜欢的某个人身上 去学习它 效仿它 这可以是一个方法 因为模仿跟效仿最能够让我们找到定力 尤其是你们这么被其他定力推着走的人 可能真的很需要有个人去效仿 不然我这边即使让你们写了一个清单 你感觉没有被push到还是没有被push到 因为一个人在这条路上太孤单了 你需要有个人去配着你 所以你可以去找一个你像景仰的人 然后你觉得可以 我就会模仿这个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我就尽量把自己的生活的生活标准水准 或丰盛状态 金钱处境 先往他方向去靠起 靠拢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应该慢慢的你就会开始去把 你的原本这种被社会推着的定力 慢慢的变成 你可以向某个方向去靠起 向某个人去前进 那这个定力就会从社会当中拉出来到这个某个人身上 然后这个是第一步 第一步之后呢 你可以慢慢的就走到 把定力拉回自己身上 你可以自己去控制你的金钱状态 或金钱流量 或者是丰盛状态 丰盛能量 你不一定要说 一定都要效仿谁 到最后你可能效仿的就是你自己真正向往的那个样子 只是我们现在建议你去向效仿某个人 是因为你现在太没有定力了 你需要有个人去陪陪着你 需要有个人去效仿 这样子会比较快速啦 OK 好 所以呢 这里的讯息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我三四五人 我难得用这么少的牌就已经解完所有的东西 如果说你觉得这边真的方向是属于你的讯息的话 那可能真的 你的我们这边说的这个建议可能真的对你是有帮助的 你真的可以实际在生活上面去试试看做做看 因为你们这组牌的人真的是抽到这个水元素的东西太没有定性了 真的会变成像这样 今天流往哪里走你就被漂着走 今天流往哪里去你就往哪里去 那你可能 真的很难自己去控制你想要的生活 很难想 真的很难控制你真的自己想要的金钱状态 好好好去想一下吧 OK 那你如果觉得有准的话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追踪我IG 然后还有新增一个会员频道 在YouTube跟Podcast 那会上传更多的内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都在上传什么内容 好欢迎加入我 OK 我们每个月呢会有上传至少四个内容以上 好 那如果就准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追踪IG会加入会员 拜拜 我们换下一组了 哈喽 排组三的各位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一组牌金钱困境成长突破的一些讯息 首先呢 你们先帮你们抽到的是lovers 这张爱的牌卡 那他可能是暗示着说你现在卡住的困境原因 以及可以解决的办法 他同整都包办了在这一张牌里面 那我们先来探讨一下 这张牌他可能会发生的金钱困境是什么 那你也可以去听听看会不会这边讲的东西跟你的内容蛮像的 那可能就是你选对组了 首先第一格恋人牌的这一张有可能是你的内心很脆弱 你很容易会一点风吹草动 然后就影响你对自己的信心 影响你对自己的投资方向 影响你对自己的赚钱想法 就是很容易会受其他人的影响 情绪上面当然波动性会比较大 而且比较脆弱比较柔弱 比较没有自己的肯定的感觉 你需要透过他人来去让你更肯定 那第二个可能你金钱卡住的点是跟爱情有关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爱情跟面包不能够兼得的一个概念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 同时的把所有东西都顾好 工作很难跟爱情同等顾好 所以有可能你现在的困境是卡在感觉没有办法特别顾好 金钱这一块 因为你平常就已经有特别多其他领域要去处理了 所以就可能处理上面更有心无力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来第三个可能卡住的点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开发你喜欢的项目 就是恋人的这个感受 它是指情感的喜欢 所以有可能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想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向去开启这个金钱关道吧 OK 这个是我大概现在能够想到了卡住的点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太容易急着要看到结果 就是想要赶快的得到结果 但是却没有那种耐心也没有那种计划心 可能太简单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也有可能是卡住的问题点 OK好那我们就带来继续分析了 我们用了一些维特塔罗牌看一下你接下来的发展还有会不会突破呢 首先有一张圣悲国王 这张跟恋人牌有点像 他们都有那种情绪情感 爱情感受的这种牌卡意思 那圣悲国王在这代表说 其实你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情绪上或者是感受上面比较丰厚的人 你很能够很温柔的对待他人 然后也能够很 怎么讲 情商高的去处理 面对很多事情 可是金钱这种东西有可能不是你情商高就能够赚很多的 他可能需要一点手腕 他可能需要一点技巧 他甚至可能有时候需要一点付出牺牲 可是面对这样子的状态你可能有点有心无力 因为毕竟圣悲国王就不是专攻金钱 可能就是比较专攻一些风情啊 或者是专攻一些可能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啊 感受性的这种这种领域了 所以呢 这里有一张节制牌逆位 就是说面对这个方向你是感觉很难去协调很难去调整 甚至你好像也很难融入其他人的经济话题 投资话题 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投资这个项目有点提不起劲 但因为有可能跟你自己想要去做的是有点差别的 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组牌的人有可能是那种技术型的人 就是你比较适合透过自己的技术 自己的专业 自己的喜好去发展经济 去发展投资 去发展签这个管道 因为圣杯跟练人牌 感觉就是你可以借由自己的喜好 去发展一些你真正喜欢的人事物 发展一些你真正喜欢的项目 会比别人在那边说 你去买那个 或者是你去投资那个还比较好 因为你自己喜欢的情况下 你就会吸引来很多正能量 因为圣杯国王它还是水元素的代表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水运用的好 你有吸引力 然后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那应该很简单就能够实现你要的方向才对 OK 所以接下来有一张圣杯三 就是说其实你要愿意看向机会 愿意看向你自己喜欢什么 那周遭的机会都会向你靠近的牌 所以这张同时也是有很多周遭的机会 在等着你 那这些机会不外乎就是人给你的帮助 又或者是机遇 你遇到了什么喜欢的东西 你遇到了什么喜欢的人事物 然后下去发展 所以是有办法能够突破你现在对于自己认定金钱上困境的情况的 可以借由这些人这些机遇这些运气来去达成 那这边还有一个可能 你可能在金钱上面比较好运 你可能有一些偏财运 OK 你可以去试试看买乐透 但是我觉得你们买乐透的情况要是保持着一种平静 我们就有就好没有也好 的这种感觉 那应该还蛮有机会 所以能够钱很多 钱必实 OK 但是我知道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偏财运 这种随机型的财运 可能不值一提 因为它就是一个短暂的东西 它毕竟不是永久的 所以这张钱必实 它其实还是谈的比较是永久的钱 永久的丰盛 所以你真的如果想要永久的丰盛 永久的经济成长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解决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困境 那些问题 那这些东西怎么解决呢 我这边有抽一些牌 给你们看一下 哎呀 现在好像有点反光 把它放去下面 这样你们应该比较看得到 好 这张是一个建议牌 同时也是一个你现在的困境的牌咖 就是你很容易就放弃了 Give it out too easy 所以你必须要把你内在的战士之魂给唤醒 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摸摸战士之魂 还是只是蚂蚁之魂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牌的人 可能比较多的是情绪上比较软的 可能很难有这种火元素的抗争精神 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有这种火元素的抗争精神 去抗争到底 要的东西就要到底 要的东西就死死给它抱着 好不要去放弃 不要用很简单的角度去面对它 你就尽量的去克服它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边还有一张Rushing Success 你可能很急着想要成功 但它这一张是说你需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去组成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说你想要的是赚永久的 赚持续性的成长性的金钱丰盛的话呢 你必须要做一些方向选择 而不是只是偏财而你 可能譬如说你可以做刚刚所说的 藉由你周遭的机运 藉由你周遭的选择 去开发你喜欢的 开发你觉得有趣的 那那个方向会对你来说比较有利 OK 所以接下来呢 有一个钱币八逆位 然后搭配一张女祭司正位 这个钱币八逆位 有时候可能是找不到方向努力 或者是找不到方向可以去认真前进 那这个女祭司代表的是 你需要挖掘你的内在挖掘 你内心挖掘你最真实的感受 所以你如果说顺着你的感觉 去找方向绝对不会错好吗 但是你要愿意能够看到 这个方向的机会性 因为这边有一张钱币四的逆位 我感觉你们还是太多的时候 认为自己没有办法 或认为自己不可行 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俗辣 或认为自己就算了 我就安于现况就好 但是这边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有钱币四 这样美好的丰盛丰收的话 你真的必须要让自己有那个意愿 有那个可能性 你愿意让自己打开心 就要去看到这个机会 你如果一直关起来 那个机会连你自己都看不到 那别人怎么可能看到呢 我看一下这边的意思是这样 你如果想要打开自己的机会 首先得打开自己的心胸的意思 好所以接下来最后有两张牌 一张是fear of success 我看一下 你们可能会害怕成功 所以你必须要重新定义你的恐惧 重新定义你的成功 重新定义你想要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譬如说你会觉得说 一旦你成功了 势必要拿某种代价来去牺牲替换之类的 所以也许你需要好好思考 你想要的成功是什么 你想要成就的未来是什么 OK 然后再来最后有一张是 comfort zone fearing uncertainty prevent you from breaking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恐惧的牌 这里恐惧的牌都被抽出来了 你可能很害怕踏出你的安全区之外 因为你觉得待在眼前的现况 会比较舒适 我干嘛要挑战这么多呢 但是今天既然这是一个困境 这是一个窘境 那就代表说 你还有更多成长空间 既然有更多成长空间的话 不如让自己去试试看 看自己的能耐能够到哪 因为这辈子你甘心就只有这样吗 虽然我们 我知道这个讯息只是短暂的 也许没办法盖瓜一辈子 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看远一点去思考 不是能够更能够带你去 拉出你的舒适圈之外吗 所以这边的comfort zone 可能要你好好的思考 什么是你现在所带的舒适圈 而你现在喜欢这个舒适圈吗 你会不会害怕改变 害怕成功呢 那你又为了要去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而做出什么样的前进呢 你愿意去达成吗 你愿意去向这个方向看看吗 如果要的话 那就朝着你心目中觉得 喜欢向往的方向去前进 你可能不太适合一直去盲从别人 你比较适合自己去开发的感觉 OK 这里大概就是你们今集的金钱讯息了 希望有帮助到你 那我最近YouTube跟Podcast都有开会员 会讲了很多有关占卜 以及人生方向的一些指引建议 你可以去看看 我底下都有贴网址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欢迎加入一个月呢 才50块 那YouTube的话是75 因为它的分润比较高 OK 那我们就大概内容到这边 希望帮助到你们 我们换下一组了 哈喽 排组四 我们来看一下你现阶段的金钱困境 应该怎么突破 还有接下来会成长的方向是什么 首先为你们抽到的是 Integration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画面 你有没有觉得特别的两个东西做结合的感觉 阴跟阳 白跟黑 火跟水 彩虹 所以我现在先分析一下你现在可能的困境 因为有时候抽到张牌可能代表了你现在的状况 我会大概提蛮多个方向的 所以你可能参考一下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可能建议你也可以继续听 因为有时候可能只是暂时我想不到这些是你的困境的东西而已 好 像这张Integration 它代表的是有两种东西做结合 所以有可能现在你在思考怎么样扩大你的东西 扩大你的组织 扩大你的企划 扩大你的投资内容 扩大你的金钱来源 所以有可能你想要做个副业啦 或者是你想要做个三个副业啦 或者是你想要再增加什么组织 增加什么排场 增加什么选择的感觉 都有可能 OK 也许你想要做更大或做个结合 那有可能是代表你想要进入下个阶段了 你想要有所突破 可是现阶段一直卡在眼前的窘境 感觉没有办法突破 感觉一直卡在某种状态里面 犹疑 那也有可能是你现在的困境 那还有一种可能呢 可能是你一直感觉自己在冲某个方向 可是好像缺少了某个平衡的支撑点 因为这个方向你可能真的失去很多 或者是真的代价很高 所以你现在想要让自己的工作的金钱的方向 再能够平稳一些和换一些平顺一些的感觉 OK 总之不论是哪一种情况 感觉都是需要有一个方向来去支撑你们牌主司 来让你们感到平和 来让你感到平静 来让你们感到是可以持续继续下去的 因为这张牌说不定也有精神上面的问题 就是你已经为了金钱的这个东西焦虑了好久了 所以导致说你的一些能量不太稳定 感觉上精神问题也有慢慢在出现 比如说睡不好啊 或者总是很焦虑焦躁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了 所以我们就来继续看 那就像我刚刚说 如果我刚刚没有提到一下的处境的话 有可能是你未来会经历的 或者是我只是刚刚没有提到而已 你也可以继续听听看 OK 再来我们来抽了一些维特塔罗牌 看一下你接下来的发展 第一张的话呢 是圣杯奇事的正位 这一张很明显 看到你们很想要有个方向去进展 而且这个进展对你来说应该是挺nice的 看起来挺正向的 挺阳光的 挺让你觉得可以去值得冒冒风险 去试试看 去闯闯看 所以其实你们有一点想要去做吧 去闯吧 这种精神是比较高的 你好像也没有在乎什么 后果还是结果怎么样 OK 所以有可能你已经做了这个前进的动作 或者是你未来有在思考 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会怎么样 后面呢 出现了一张权杖 这是一张压力超级大的牌卡 对应到圣杯奇事就有点违和了 就是感觉好像没那么 和缓 没那么好 那这个权杖时带来的压力 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结果 或者是你想的不够全面 感觉你想的好像只是你眼前所看到的 你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在困扰着你 在影响你的计划 在影响你的判断力 导致你只有看到眼前的好处 但却没有看到裂出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有一张审判 感觉你会为了做的这个决定而受到影响 会有一些因果循环或者是业力关系 业力问题 我们举个底 比如说你可能做了一个 做了副业的决定 但你却没有想到他可能会牺牲掉你的时间 所以这一个决定有可能会换来一个 比较劣势的可能结果 但这个有点像是你以一个选择 拿来另外一个选择 势必会产生某种代价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循环 就是说这边没有出现恶魔牌 已经很好了 就是既然你做这个选择 只是有相对应的代价的话 那我们就看 还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去改善的部分 至少不要让这个代价这么大 这么难压 他这么难去面对嘛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接下来是不是真的有打算要进行某个方向 而且这个方向有可能的确 你好像某方面没有完善的计划好 那可能就会像这边说的 带来一些比较劣势的因果 或者是比较劣势 比较没那么好的 需要去成长 需要去处理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问题该怎么样 才能够把他的损害比例降到最低 好吗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了一下 这边有一张建议牌是 Don't value time Evaluate your time 你可能可以再 等一下 反光了 这张牌的意思是说 有可能你在规划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不周到的地方 是跟时间有关的 譬如说你可能把这个副业的时间 经营的时间塞在你的晚上 那导致有可能你失去了某种睡眠时间 或休息时间 又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妥善运用好的时间 你可能把时间都穿插在各个时间轴 然后让你可能接下来效率会慢慢工作降低 然后你就可能不会 不会有那么精气神 就觉得很累 所以这边有要比较建议的是 妥善管理时间规划 变成一个时间大事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还有一个建议是 Success vampire Stand your ground 就是说你做了这个方向之后 说不定有一些你身边周遭的吸血鬼 在等着吸你的血 在等着吸你的成功 所以有可能周遭有一些能量吸血鬼 在影响你得到这份快乐 在影响你得到这个开心 反而他们带给你压力 带给你们困境 所以你也要去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注意一下是不是身边周遭 有那些吸血鬼能量的人 那你需要站稳你的脚跟 去做一些防范准备 预先防范来去对付这些人 一旦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后 那他这边说的吸血鬼 说不定就是你的家人 或者说不定就是你的亲人 因为有时候 家人跟亲人是最会反对 最会吸我们人的 吸我们经历的人 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好那我们接着 我再帮你们多抽一些 看看有没有什么 还需要去改善 好了我觉得这边讲的有点少 牌组四还有没有哪一点是需要再去改善更加强 哎呀 rebell 你需要换个方向去推 有点像是叛逆 就是反抗 叛逆 做出新标准 做出新方向的感觉 所以你如果说接下来的方向跟计划 是有点成年老套 有点按部就班 有点固执 就是包手几件的话 这个绝对不适合你 你需要的是用新的思维 新的角度新的方向 新的应变策略 去面对你的这个前进的方向 OK 然后尽可能的去做大的规划 因为这个叛逆有时候指的不是单纯的一个小的改变 应该是要你能够做出大胆的行为 好我觉得没了 那我们接着继续刚刚的维特塔罗牌 看一下未来 那这个方向会怎么样呢 接下来有一个保健6 这个就是慢慢的在走出阴影 走出可能负面的情况的一张牌卡了 然后接下来有一张正义牌 就代表说 事情有回归到原始的 应当发展的程序 应当发展的路 有回归最成功的道路上 所以这个正义牌可能是暗示着到 后面一点 你发展这条路后面一点 会慢慢的驶回轨道上 就是感觉有把事情都推回正轨 可能不会再有那么一些 阿里布达 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影响你的判断 影响你的节奏 在影响你的付出 至少不会了 开始会有一些回报 或者是开始有一些平等的情况会出现 OK 然后再来有一张权杖期的逆位 我看一下这边 这个权杖期在这反而让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太稳定 你们等我一下 然后我抽一下原因 为什么会抽到权杖期 你以为 我现在抽到的牌是一张叫做你会有完美主义者的情况 就是你一直想要等到最好的时机或等到最好的情况 等到最好的方向出现你才会做决定 你才会再继续前进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你之后发展上面的不稳定 不平衡 来给你们看一下这张牌 有没有他就说有可能你一直想要等到最好的时机 等到最好的办法 等到最好的方法出现 可是呢如果说一直这样拖延下去的话 有可能你会错过更好的时机 或者是错过美好的前进动力 所以假设你在之后啊有那种犹豫不决 然后一直很想要等到最完美的时候再出现的话 请你警告你自己 如果一旦这样子的话 你的发展只会比较慢 甚至会有点不太稳定 能够不太稳定 没有办法去看到最好的情况出现 该下决定该做判断就判断 就冲着这种感觉会比较好 就是不要优柔寡断了 OK 那你要说这边发展起来 未来是不是稳的 我觉得以这边来看的话好像不太稳 就是有蛮多陆陆续续的一些需要突破的课题 那再来这边提到的就是一些 完美主义或者是你可能会有延迟拖延 delay的可能 但是这边既然有建议了 或许你可以试试看 觉察看看 那应该可以度过这个危机才对 OK 因为这个正义牌在这 我觉得还是可以稳定的 就是至少你如果找到对的方向去做选择 是可以稳定度过这个接下来的前进的方向的 然后并且找到正轨 找到真的属于你的方向 去开拓你的经缘 去开拓你的经济发展 OK 这里大概就是整个我所看到的 你们现在的困境 还有怎么去成长 以及怎么去突破了 希望以上内容有帮助到你 那我最近呢 刚好开了YouTube跟Podcast频道的会员 会上传很多有关占卜啊 或者是灵性的内容 那内容主要是在讲什么 都有放在会员的栏页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去加入 YouTube跟Podcast其中一个 那我都把网址放在底下连结 那今天内容就大概到这了 希望有帮助到牌组四的各位 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